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都在做什么 其实这个我很好奇的 然后我就回国了嘛 就回国也去帮家里做些生意什么就是 要去那边电商 之后呢也是觉得这东西还是有意思的 就是为什么开始这个去尝试这样的行 还过了大概三个月 三四个月 感觉有点效果也就是感觉消量也上去了 可能就是觉得之前自己学化学啊 生活里面的一些所谓的critical thinking啊 那种就是确实是有 对确实是有帮到做电商 可能它也是一种比较细节上的 就是不管是很基础的那些单词品写啊 有些可能你去讲一个你的品牌故事啊 然后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还还蛮擅长的 我也比较适合去对比同品类的爆款啊 有哪些款是当下比较火的 那我的可能总结能力比较强 后来就感觉就 somehow 就感觉起来都很快 对就就觉得我是个有点小天赋的可能 所以就后来就觉得 一定回到文化来创名自己的品牌 嗯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 嗯 困难的话其实还蛮多 就是一开始的话 家里都会用家里有没有博士 就是当时家里会觉得 你放弃了一个那么好的机会 你可能再读三年你就是博士了 你博士毕业了 可能就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 所有人都能清理达到的 我妈妈当时就说 他说电商什么的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但是博士的话可能不是说 每个人都能随便去读的 那我当时也是考虑到了一点 但是可能我当时就是比较 比较觉得读书读的有点累 我就觉得我也想放松一下去看看别的 哪怕我想读我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再申请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嘛 所以当当下的比较大的反抗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不去读 为什么不去读 你这种好机会 那当时我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就觉得到底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最后想算了 I don't care 这种无所谓 对对对 这种无所谓 就算做不好又怎么样 没有关系 那两个觉得在做电商的过程当中 什么是最难的 因为像选品啊选平台啊 可能很多人都并不知道怎么做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进行吗 我认为做法可能分为五个比较难的环节吧 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 有的不同模式的出汉 有的是中国企业直接出汉 有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注册一个品牌 然后再选择出汉 然后有的是中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合作 进行一个完善前半破端的一个供应 那我们看到比较难的可能第一步 从这个整个环节来看 第一就是工厂的把控 对工厂的把控 当然涉及到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选品这个部分 选品哪些品牌会成为爆款 哪些品牌在能长时间的会搭建一个 你不是想短期把这个产品 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内送到客户 你希望这个客户给你提供独立站的联系 认定你的品牌 就是对你的品牌有一些意外性和满意度 它持续购买 一个品牌之后的打开的剩下你的品牌 所以说我认为选品工人链打控 这个两环节是很难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 关于这个整个平台的选择 到底去哪一个 我更适合去哪一个 因为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独特调兴和收众群体 然后独立站的话 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两三年前才开始进入到大家事业的 但是我们最早接触独立站 因为我大学是在沃泰华小的大学 沃泰华大学最 沃泰华本地最大的创业公司就是收众群体 所以在当时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就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由收众群体来主持 来给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独立站 当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国内之后 给很多工厂的这个老板去聊 他们认为独立站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挂的都让外出去了 但是他们这个逻辑本身它跟淘宝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对每个平台的选择我认为这也是个关键 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物流方面的管控 就是说整个是jobshipping好的 还是说我要在这边做仓促和集运 那怎么能把我的商品从通过第三方平台也好 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物流渠道也好送到客户手中 这个环节也是选择性也很多 然后包括支付和结算 因为很多工厂我们看到的早期在16年之前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海外银行账户 我怎么把我的商品买到海外来进行结算人民币 因为我没有乎下人民又在海外 我认为种种这几个环节都可能是 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坑 然后就是你的客户的力气 那怎么能保持大家对你的品牌和这个商品的认同 我认为这几个环节都是可以值得识认的 所以看下来东巴感觉的问题很低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的话 其中细节其实有很多是值得大家去考量的 那银你在这方面觉得 什么东西其实在大家做电商的环节当中是最难的 其实就跟两个一类是你还没有做电商 还有一类是你已经开始做电商了 对于还没有开始做电商的人 我觉得最难的难点是你去开始 对 像是在说废话但确实是 其实外是开头难的 就是所谓的你真的一下子决心去做电商 和你嘴上说一说 我今天跟朋友聊一聊 电商真不错 但是到你真正去实施第一步 就是为止注册电路 为止你把这个网站打开 把产品放进去 这一步 可能你就过滤掉了8% 之前嘴巴准出的时候 想做电商的人了 反正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点 对他们来说是开始 但对于已经做电商的人来说 那就是有很多 就像刚刚代表说 那哪里太多了 就是取决于就是 你有哪些了 比如说你去做电商 你现在有厂家资源 还是你有一些 比如说你人在海外 你其实有一些地理上的优势 比如不管是身份 还有银行信息 这些其实也是 每个人他有的点不一样 但如果你有其中的一个点 其实你就会比别人轻松很多 对像我们自己家的话 我们是吵架 资源比较多 所以这样我们打开市场 还会比较快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没有吵架的资源 那你就要去找 靠谱的商场资源 这一步其实就 其实还挺困难 当然要的办法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上面找 那这个的话也是 可能量大起来的话 会会有一个接款 就这方面的问题 但因为我们 我们更多是几个厂子 所以就没有太多 对 那但就你作为投资人 以投资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北美现在电商市场和内地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区别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观察 我从 我们觉得就是中国企业出海 这个事情不只是电商 其实是一个大趋势 它的整个环节并不是说 哦 因为国内它忘卖了 所以我在海外一定行 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多的配套环节 在此 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3年开始 中国Landing the Box Landing 即使最早 我们是把中国的电商 往海外出海 作为一个商市公司来走 那我们也发到数据说 中国的消费体量 可能全世界前五的电商公司 前三都是中国的 中国的体量和产能 包括中国的产品的转换 因为我认为过去20年来讲 中国的产品 从一个老外认知的 plastic 就是廉价和这个 容易意怀 这个品质不是特别好 但是很便宜 到现在大家觉得 微色很有智慧 很有趣味 就是很多小家店是很实用 而且很便宜 我们能看到 最开始跑出来的中国公司 可能更多是互联网公司 而不是产品 它先把互联网的技术架构 然后中国的海外仓一路 很多中国老板 可能在过去90年代 80年代做购义 最痛苦的就是仓促在别人手中 然后慢慢的 中国的这些大型企业 把仓促带到海外来 那做这些 然后我支付网的支付 跟微信支付 在海外把stripe这些都打通 然后包括阿里巴巴 自己本身 这些互联网平台 再往外走 而且包括抖音的这种新模式 其实你会跟着你电商平台 不是一味的复制 因为对于技术比例来讲 并不是很高 但是问题在于 你有没有真正的 去服务到客户的需求 这个我认为也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难点 都取决于 这个你 你如果有了一些目标 很清晰的目标购书权的话 对你选品 包括品牌调性 后期的这一系列东西 可能就有了而解 那我们看到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国内有很多门槛 归越来越低做电商 因为这边 本地的这个last mile的配送啊 包括这个仓组选择越来越多 结算的能力越来越多 然后包括电子支付的到站 这些环节其实都已经完全打通了 这个是我认为是中国电商出海的一个打击术前提 包括配套的宣传 KOL的寻找 后期网站搭建 我认为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 把这个行业的市场size做大 这个是我在过去几年看到 明显看到的 而且在产品的这个类别当中 中国的摄像头 中国的这个手机芯片处理器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型的别的dash cam 这些东西其实在海外 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但在中国本地 其实这个利差是足够让这些环节 每一个人都有所收益的 那这么良性的一个大市场环境 因为我认为这是必然趋势 就是说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制造业 会慢慢走向全球 最开始东南亚远美 甚至现在也去非洲住面 然后还有这个巴西南美国 其实慢慢走我们这条路 越来越多人把这条路打通了 其实这个量它就会一定的上 而且我觉得刚刚戴牛说的非常好 因为中国的这些产品 从大家最初认为的连价 面的是越来越有社会 其实也是给我们在选品上提供了一个思路 不是说一味的要去选一些低成本的东西 可能你要更多的选择一些有创意 有志会的东西 在这边能够能得到得美成的一个认可 就是我刚刚才想补充 但就刚刚说了一点 就是我觉得对于品牌出发很重要的是 你首先要有一个品牌故事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一个故事的怪 这个故事是基于是 其实他是很好奇 你是怎么样的人 而不很好奇任何 我今天穿这个裙子 你设计一个 我设计一个 差不多的 我一百个裙子 一半个裙子 差不多的 但我可能更在意是谁 是设计个球的人 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程度上 这个切入点可能会对很多国内 想出海出海的那家很关键 就是你先把你自己是谁讲好 你的故事讲好 大家都会喜欢你 喜欢你就会喜欢你的东西 那其实两位刚刚是提到了不同的平台 我们知道不同的平台 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所以在选择平台上面 你们会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在币康方面你们有怎样的一些开发 你首先要选择每个 知道每个平台的特性 因为大概来讲 就是好比我之前讲的一个案例 就是很多的电商老板 他认为在烧币牌上赖不动 但是他不了解烧币牌的特性 就是它是独立战的机器 对的 你需要引到客人流量到你自己的平台上来 它跟亚马逊本身全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亚马逊呢 它的一个特性就是 它肯定会有很多个流量服务 但是我认为亚马逊的一个特性在于 价格战是经常的非常容易建的 而且它的选择包括机制 其实对商店来讲也没那么公平 在它的情况下 就是说 包括我可能因为你违规 去把你的能力给关掉 然后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花时间去做申诉 然后你的价格呢 它有一个功能 我不知 它因为它亚马逊的客户是这个C端嘛 所以它点你的一些功能就是主要在于 我刚看到你家产品 在下面给你推一个别人家的 这个就是你要考虑到的一些点 对 所以这个功能对商家一定是不好的 每个平台我认为就有一个特的这个 可能要比 就是特性嘛 也弄了一个空 就是说它的特性 取决于你的产品适合 和你能够供权 它在哪里 我认为这个很关键 而且它们的游戏规则不同 你在选择平台的时候 也要先了解 每一家平台它不同的这个游戏规则 那你这方面能够跟我们一起用谁要接近 我觉得嘉宁说的 就是他刚刚说的就是很有达的一方同意 就是你首先要了解这个平台 它的群体人群 大概是不管什么年段 他说他这个人群跟你的产品 你想找的这些人群 它在不在这个总盘里面 对就像TikTok TikTok人群和亚马逊人群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的产品的人群定位在哪里 你在选择这个总盘 但如果说像普通的服装 说服装也分贵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 对吧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取决于你的产品定价 像亚马逊的话 就像Denry Long说的 我一个产品上去 下面一盘 Compers to others 那就给到卖家很大压力的吃 而且亚马逊的话 是比较保护买家的 他三十天内 三十天内是可以免费退换的 其实 而且那个客户 刘平和拉神的 没有办法去把控这些东西 他可能有些人都没有 路上来去写一些不好的东西 在你的亚马逊人的路上 他也会有影响 亚马逊人对评论这边的 给的权动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就是像独立设论的话 这边的自由度又很高 你评论的影响 选择一个保留 像小学子的一个去移除 都是把控权还蛮大 而且亚马逊人对 定价的话 没有人都给你对比的 人家来到你的网站 你说多少钱 他就是多少钱 不会下面有题材 像要有信仰的 跟别人心理 这些东西 然后独立设的话 就是挑战更多一点 马逊人相当于人家是有大 人家平台本身就很大流量 你更多只是 站内大家的广告啊什么的 但独立设论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什么流量 都没有的一个东西 但你需要把人引到这边来 你不管去做盛联啊 你会去做各种的 Google SEO啊 什么的 你需要用各种方式 把人引到你的店 这一种其实是很有挑战的 所以说 其实你前期对于运营的 是你想做 还是想雇人去做 这也还做 人员想雇一个专门去做 SEO的 你想雇一个人去 专门去做 那个社会那边的 其实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OK的 但如果说你个人去做 那我觉得 亚马逊可能相对来说 能靠 它会被 就是从 引流这边 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嗯 所以 亚马逊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比较适合新手去做 独立战这一方面的话 可能你在 引流做 的话 这方面还需要有一些经验 才能做得起来 其实你们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也会比较好奇 就是 亚马逊有个独立战 这两个东西 它最大的不同 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 就是再分享多一点 我认为 其实 这两个的 唯一的一个核心区别 就是品牌的调性 就是根据你的品牌定位 来选择不同的权道 第一呢 我认为 独立战是更贴心于 无论你是 你自由品牌 我用一个官网 才去宣传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比如路由来问 他的网站 也是少女人 独立战 那他的宣传 就不只是 围绕着独立战 为核心 来去做舍媒 吸引流量到我自己的平台 那把控性 当然比亚马逊要更好 因为你是这个平台 每个模块 是怎么样是我自己设计的 但是挑战 就像刚才硬说的 主要在于你的扩客 就是怎么能把客人 从各个舍媒吸引过来 但我认为呢 其实这个流量 我们做过一个小范围的尝试 关于一个掌控 车顶招控出海的一个尝试 我们跟这个客户公司 跟这个厂家 直接签了100点 我们车顶招控 这个厂家本身就是做乌利安 给这些海派的车顶招控 做提高 当时的目的就是 挑战就是一万五千块 去做一个 商量的 把这一般的脚肪买出去 那我们看到说定价上 连利润空间大概有一千块 就是如果你的品牌 不是讲得好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以一个很小的话 独立战 其实有很多模板 会做稍微快 也好 Wix也好 其实都差不多 它有很多第三方 3PL 去供你去选择 那这些体系的话 其实搭建起来 一个人并不是完全不能完全 那你的推广可能 SEO也可能是个难度 但是你可以逐步的去分析 消费者是怎么 通过什么路径 进入到你的站点 那有通过什么 你去抓取到这个学习的 SEO也好 或者是AI内的B2B销售 取决于你是2C还是2B 你的这个 卧客手段可能不太一样 2C的话 一般都是找KOL去带过 因为有些KOL 它可能不是粉丝量 非常强 它可能就四千人到五千人 但这个粉丝年性 是很听他的 或者很垂直 很垂直 所以它在这个 或者说越野这个环节 它非常有自己的坏权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中国商品的出来 它不能事无巨细 在前期 它其实是很操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车顶项目 根据不同的车型 它有不同的RAC 那怎么选 因为RAC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方点 而且我的车 成功能都小 但是这个公司呢 主要就是目标的 就是所有GIF的 Rangler的这个车顶 所以它就让这些YouTuber 有这些车的人 就告诉大家 通通行为 三分钟我就能把账目支起来 因为他们的这些客户的诉求 并不是说像我们野外去看品 而是他要去做offer论 去越野 所以他要的并不是说 我在这扎个帐 烤肉 这种需求 它的需求就是 我三分钟都睡觉 我三分钟都收起来 然后我穿透去就好 不会影响 那通过这几个费码 包括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然后包括 这个除了独立战以外 他们还自己去在本地 做Facebook Marketplace 以一个更直接的方式 去面积奥客户 到根坦来 自己去拿这个东西 到仓库里 自己去拿这个东西 但我认为 其实它是建立品牌的话 可能用独立战会更好 去打响自己的品牌 比如说Case一款 就是做手机壳 其实有千千万万的 做手机壳的 但是它单独找出一个平台调性 然后它慢慢地 从一个代销到购买贷工 贴标 然后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设计 跟设计师发IP合作 它这条路一步步就通了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创业从一个人 做一个独立战 到就是说 你可以去有一个小团队 去做一个独立战 然后到一个中体公司化 去做一个事 它是分阶段 我每个阶段的目标是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 打通这条路 可能独立战是一个更全面的 因为你在经营的 不是一个电商 而是一个自己产品的品牌 就是我希望我通过一个产品 卖给到客户 客户能接下来收到我的意外 每一年的打折 或者是我的新品上市 我希望这个客户 是认同我卖的东西的价值 从而我的SKU品牌 从一个可能会 拓展到两到三个 四个 甚至到这个都从品牌赛 那我认为这样的话 你能有一个私欲的流量 去围污入你的客户 而且你也能通过这个路径 用户路径知道 是Casebook管用 还是Apps管用 还是说 哪个 TikTok上有管用 那 独立战是这样 那这个亚马逊呢 解决的可能就是 说我这个货 我是一个大平台 可不买 我认为这两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 你怎么定位你的产品 其实 这个是道的事情 因为我认为 用那个平台是数的事情 就是战术去 Vitch out你的 比如说 这个 市集 你肯定你会选择 亚马逊 因为我作为消费者来讲 不是因为亚马逊 只能便宜 快 其实要退货和费 我就不会选择 独立战是 卖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认为有风险 而且退货可能会有些问题 而且独立战都是 我面对的是直接 不是亚马逊 就是中间方 我面对直接是这个公司 所以这里边的 所有的FAQ 我可能要花时间读 每个条例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小东西 我们亚马逊上买 可能更方便 我一键就能下来了 这个东西 根据我买的情况 我也会作为消费者的贵 那同样 那如果是一个弊端的商户 我们到如果 卖上的选择平台 我认为这个 可能跟刚才我们聊的 也是有重复度的 就是说 你的平台的具体特性 来取决于 这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独立战 跟亚马逊 他们最大的不同 其实也是根据这个产品 和你想做什么去判定的 如果你想做的是一个品牌 想把这个公司打理好 那你会选择独立战 如果你只是做一个买卖的一个动作 对你的产品没有过多的要求 只是在赚一个中间的差价 可能亚马逊是更加不适的 看你自己的品牌是否在这个亚马逊本身内部有竞争力 因为还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会推荐你同行业的其他人 但独立战 你完全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的品牌和客户只能看到你 那做SEO的话 你也能看到很快的看到 就是说客户还能看到谁 他会不会 你的竞争对手 可能在另一个绘度上 你去观点他 而且去考虑 怎么去优化你的这种各样体验 这个是可能你花时间里边在做的 但亚马逊上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做的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价格 工业上的调配和其他 我觉得工作的focus 可能不是特别的地址